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读上次会议记录 议程草案编列通过 各党团提议整列部分368案照列 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 以民进党党团古拉斯尤达卡委员提案表决通过12案 2.请愿案件 1.韓宋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2案 2.一直全行司法65条第二项规定则9案 韓转全责机关处理进负 并复制请愿人宣读完毕 请问针对上一次的会议记录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会议记录确定 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 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 一是日程草案 时间中华民国107年4月20日星期五 24日星期二上午90日下午6时 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 1.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 一是日路 2.委员于宛如等凝聚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 交经济交通两委员会审查 3.委员许毓人等凝聚无人载具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条例 交经济交通两委员会审查 4.委员陈明文等凝聚电信管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5.委员赵正宇等凝聚电信管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6.委员张廖万坚等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文化内容测经院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治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 4.大专校院转型及退长条例 学生及幼儿团体保险法交交易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10.12.委员邱志伟等凝聚社区大学发展条例交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商标法交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行政区划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13.委员刘四方等凝聚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14.15.委员黄秀芳等凝聚环境影响评估法 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16.17.委员柯志伟等凝聚社区大学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18.委员王玉民等凝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19.委员苏小辉等凝聚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学生及幼儿园幼儿保险条例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20.委员赖瑞隆等凝聚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21.委员黄韦哲等凝聚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施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22.委员陈一阶等凝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养委员会审查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明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财端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置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 司法及法治养委员会审查 26.委员许淑华等凝聚律师法二案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养委员会审查 卫生福利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治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养委员会审查 传染病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31.委员冲孔罩等凝聚律师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32.委员林立禅等凝聚律师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33.委员郑天才等凝聚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战务条例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34.内政部、考试院、司法院、财政部、环保署、卫福部、劳动部、经济部、农委会、原能会、文化部、交通部、外交部、国防部、教育部、国安局、全序部、退伍会等凝聚、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 35.教育部、经济部、国防部、国发会、农委会、中研院、文化部、财政部、科委会、内政部、交通部、通传会、法务部、保训会、全序部、考选部、考试院、劳动部、环保署等凝为预算案事项 交相关委员会处理 37.行政院韩请本院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 6位担任下届国家金融案地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请查照案 提报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 37.司法及法治委员会韩为院会交付事项处理玩具请查照案 37.行政院韩送本院委员提案 严处情形请查照案 民进党党团提议 正列1.行政院韩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 王晃雄委委员并委主任委员 张天青委委员并委副主任委员 杨翠燕侯林 彭仁玉高天惠 游柏祥 徐雪基及花一分七人军委委员请同意案 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2.行政院韩请审议 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 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 医疗事故预防及争议处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4.委员吴秉瑞等凝据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5.委员陈曼利等凝据医疗事故预防及处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6.委员洋药等凝据渔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7.委员管闭令等凝据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8.委员王龙章等凝据法律付助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10.委员宗嘉宾等凝据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11.委员施益方等凝据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国民党党团提议阵列 12-14.委员吴志央等凝据中华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15.委员陈学生等凝据学生团体保险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16-17.委员蒋万安等凝据性别工作评论法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18.委员徐政委等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词语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 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 好 谢谢宣读报告事项已经宣读完毕 现在请第一位克拉斯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议程草案的报告事项 民进党团提议要增列第一案 也就是行政院韩宋促进转型政议委员会的委员提名名单 黄黄雄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 张天青为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 杨翠叶宏林彭仁玉高天会 阿龙达里马拉尤游博祥许雪姬 以及花亦芬七人军委委员请同意案 以及第二案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修认草案 鉴请改列为本次会报告事项第二案及第三案 请各位同仁可以支持 好 下一位请客委员发言 主席及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本席针对民进党所提议增列的 有关于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的修正草案 其实提出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 虽然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于现役军人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诱因 但是呢 对于所谓的退役的这些人员来说的话 其实还存有非常多的一个疑议 这个疑议呢 其实反映在很多不同的一个层面 我们先看过来 大家其实最争议的这个所谓18%的这样的一个疑议当中 我们不要忘记了 对于很多一生贡献给国家的这些人而言 18%的这样子一个利息几乎是占他们所有退休分达到27%或是28% 也就是所谓的三分之一之多 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从过去到现在对这一块的疑议 其实一直没有消去 那我们也当然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争议从过去到现在呢 其实呢 各说各自己的话 虽然呢 民进党政府其实已经反映出非常友善 也的确是在很多的条文上面给予一些的军人 比过去我们所批判的这些公跟教来说 有更多的一个福利 但是呢 我们还必须要提到 这里面呢 即使对现役军人有很好的诱因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一个相当滚动式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会让很多的现役军人 特别是在对于公跟教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完之后呢 对于第37条所谓滚动式的一个 未来做一个调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安全性 总之本席今天在这个地方所要表达的就是 有关于军改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空间 是值得来更多的一个探讨 特别是对于退役的这些军人而言 但他们的疑意没有消除 不是只有这样子一个所谓 大家表面上的沟通就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部分 因为军人的特性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也有感受到民进党政府对他们的一个用心 但是这样一个用心 其实还是无法消你目前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些旗舰 还是有很多细致的问题 包括情绪上的问题有待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特别是要把它放到来做一个增列的一个条文 特别是呢也要赶债在7月1号时候集体来一个上路 这其实会造成非常多不安定的因子存在 这种不安定的因子呢 其实对我们现在两党而言 其实大家都是不太乐见的 所以本席认为有关于增列的这样的一个提议 应该是来做一个战缓上面的一个处理 试图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公约数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共识 特别是在退役的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个时候来做于这个所谓的提案的增列 才是具有它更大的一个可行性跟一个缓冲性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请联系委员发言 各位委员大家好 今天我特别关注到民进党已经把这个 军改的部分已经列入在这一个 下一周的五二一次会的这个整个议程里面 我再一次强调 公教的版本在上次 大家虽然有经过一些讨论 但是民进党在坚持己见之后通过 那今年7月1号要上入 那最近从媒体上看到 包括离婚的公教人员 夫妻的请求权的部分 外界仍然有很多的质疑 包括公教的部分 还有个7月1号跟2月1号 用这个年度来计算 还有相关的一些意义跟问题在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针对于军改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不能讨论 但是有没有急于在现阶段 民进党内部还没有意见的同 还没有定见的同时 我觉得包括还没有沟通 因为民进党最近行政院 才把版本确认 之前的沟通到底算不算沟通 沟通不是只是过场 不是政令宣导 而是等行政院的版本确定 包括立法院民进党党团的 版本确定之后 才能对包括信义军人 跟退役军人沟通 否则的话会不会变成像 上次公教版本在讨论 进来之后 当然又经过一番讨论 到最后出去的版本又不一样 这是现在普遍 无论是信义军人或退役军人 现在对于年改 整个民进党内部的意见 大家有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即便是现阶段 对于现役的军人条件 看起来似乎很好 但是请问 精算报告在哪里 诚如刚才柯知恩委员所讲的 37条滚动式的修正 也很多人在质疑 小英对于现阶段军人 小英总统对于现阶段军人的照顾 难道也是随着滚动式的修正吗 这个滚动式的修正 什么时候会被再修正一次 这是现役军人现在对于 整个年改 大家的不确定感 这当然也会冲击到 后续募兵制的部分 所以我们认为 没有足够的沟通 版本确定之后 民进党整个确定版本之后 真正沟通才是真的开始 我也要提醒沟通的责任 在执政党 如何去取得包括现役军人的支持 而且他们对于他们自己 接下来的未来 包括老人之后 退休之后的经济生活 能够有更多的确定性 能够在现阶段 把所有他的精力 放在贡献国家上 我觉得是关键 当然对于退役军人的部分 我认为 要做这样子的年改 如何具有充分的时间的沟通 足够的公听会 这个版本 我觉得 民进党要做足够的沟通 也因此我觉得 是不是极需要 这个星期就进来 民进党要不要再做更多的思考 我们都希望年改可以好好的通过 理性的通过 但是事前足够的沟通 足够的公听会 我相信是必要的 我觉得这个责任在民进党身上 所以我们也希望民进党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这个礼拜要不要真的进来 然后 精算报告到底在哪里 那滚动式的修正 什么时候又要再修正一次 这次的年改 可以维持多久 这个都是我帮现役军人 退役军人 再一次确认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民进党整个年改会 要对外交代清楚 以上 好 谢谢 第四位请江启臣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刚才柯政委员跟李燕秀委员 已经把国民党对于行政院所 含请立法院审议的这个 陆海空军军官事关服役条例的修正案 表达了部分的本党的一些党团的立场 那刚才呢 国防部部长跟退附会副主委 也还在我的办公室 针对这个案 来请委员们可以支持 但是我当场我也提了两个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 现在也没有答案 第一个 我们完备跟完整的精算表在哪里 因为如果只是告诉大家说 目前提出来的版本 就是这个55加2 跟之前的这个不一样 或者是说 现在看起来 这个是比现在更好的 我想这个当然不无一意 就是说大家认为55加2 可能比现行的还好 但是问题也是不是出在说 这样的承诺是一时的吗 还是永续的 国长这一点部长也答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手边也没有精算的资料 到底这样子的计划跟改革 你要持续几年 十年 二十年 还是三十年 特别是对于现役的军人来讲 当然大家现在普遍基层 会有两种心态 一种就是 反正我的服役三年五年 可能就退伍了 所以再怎么改 对我影响也不大 那对于其他 他可能认为 今天改了 再怎么改 改得再好 搞不好 明年 后年 十年 二十年之后又要再改 所以他其实也不抱什么样的期待 所以为什么 现役的这些军人们 会没有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声音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因为 整个我们 这个军人连改的 相关的这些 配套精算 还有承诺 是不是都已经到位了 在我看来 实际还差距蛮大的 执政党 当然 当然 急于提出 对于 现役军人来讲 看起来 比现在制度 还要优渥的 但是问题 大家心里在问 这个是昙花一现吗 还是维持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还是维持多久 因为至今 我也没有看到 这一个 精算的数字在哪里 所以这样的改革 能够持续多久 还有 是不是达到当初 我们要改革的一个目标 或者目的 这一点 似乎 也没有办法 在这一个修正讨案里面 来告诉我们 所以当这一些资料 都还不完备 的时候 那 我们要急于来正列的话 那到时候是不是 又在委员会里面 草草率率的 来讨论 来通过 那日后衍生 更多的问题 我想 这是攸关 国家安全的一个 法律修正案 攸关国防 攸关我们 整个 未来 募兵 还有 这个 募兵智能不能永续的 这些问题 还有我们 当初 要做年改 的这些目标 能不能达成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 这么草率 应该要把相关的资料 还有沟通给做好以后 来做一个彻底的讨论 不要修了之后 到时候又反过来 又要再修 我想这一点 是不是 也请我们 从修委员会 我们能够 多加来考量 谢谢 报告文会 有关 议程 草案 报告事项 等 有关 讨论事项 发言之后 再 一并处理 现在请先读 议程草案 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 一至三案 院会通过 第四案 公职人员选举骂贬法 修正案 第五案 下水道法 修正案 第六案 法医施法 修正案 第七案 中华民国刑法 修正案 第八案 通讯保障及监察法 修正案 第九案 法卧部组织法 修正案 第十案 法院组织法 增定及修正案 第十一 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 加速重建条例 增定案 第十二 土地征收条例 修正案 等案 第十三 107年度中央政府 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案 一四出阵列 第十四案 统计法 修正案 等案 第十五 监察院各委员会 组织法 修正案 第十六 废子监察院 监察委员 新疏 组织条例案 第十七 植物防疫 检疫法 修正案 等案 全都完毕 好 请登记第一位 克拉斯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针对第九届 第五会期 第九次会议 讨论事项 你请列案顺序 总共如下表 有十二案 请议事处 戴维宣读 是否有当 敬请共决 你先读 本院民主进步党 立法院党团 针对第九届 第五会期 第九次会议 讨论事项 您请列案顺序 如下 第一案 产业创新条例 修正案 二 植物防疫 检疫法 修正案等案 三 统计法 修正案等案 四 人类免疫 缺乏病毒 传染防治 及感染者 权益保障 条例 修正案等案 五 传染病 防治法 修正案 六 公治人员 选举 罢免法 修正案 七 下水道法 修正案 八 法医师法 修正案 九 中华民国 刑法 修正案 十 通讯保障 及监政法 修正案 十一 法务部 组织法 修正案 十二 法院组织法 增定条案 宣诺完毕 好 下位请客人 欢迎 好 请宣读 本院 国民党党党团 针对本地九次会议 建议增列讨论事项 共八案 顺序授权议事处排列 第一案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院会作成决议 要求深奥燃煤电厂 之相关环片 应退回重审 便于一个月内 赖青的院长 帅相关首长 向立法院提出 专案报告 二 本院国民党党团 要求行政院院长 就大陆会台 三十一项措施 提出具体 因应办法 并率 陆委会 主委 及相关部会首长 进述至立法院 院会 做专案报告 三 本院委员 林德福等 三十五人 鉴请蔡英文总统 应依 中华民国宪法 增收条 第四条 立即服立法院 进行国情报告 向国会 及全民说明 提出完整年金 改革精算报告 在减少社会冲突 对立 秉持信赖保护 及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下 如何确保 各职业年金破产 四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院会 做成决议 依据公民投票法 第十六条之规定 提出你是否同意 政府开放日本福岛 三一一 核灾相关地区 包括福岛 与周遭四县市 等地区农产品 食品进口 之公投提案 交付全民公投 第五番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本院决议 在核灾食品检验 把关问题未或有效解决 民众无法对核灾食品 检验放心前 不应贸然解禁 人应维持现行 禁止日本福岛 临近五县市食品书台 之限制已落实 捍卫国人健康 并捍卫我国格 六 本院国民党党团 要求外交部应 立即召回台北驻日 经济文化代表处 代表现场的仪式抗议 并要求行政院长 赖清德帅 外交部长 及驻日代表 海巡署长 赴本院进行 政府如何确保 国际渔船 与我经济海域 重叠区作业安全专案 报告 七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运会作成决议 要求外交部 应向菲律宾政府 表达严正抗议 并采取更强烈之外交手段 以维护我国际尊严 国防部 及海巡署 因部件在 渔民进行作业之海域 遇海上冲突 因采强硬硬措施 确保渔民权力 八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愿会作成决议 邀请行政院长赖清德 副立法院 针对如何振兴 观光产业方案 提出中央报 以重振我观光产业 确认完毕 好 第三位请连续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想等一下 等我发言完之后 我希望增列一个讨论事项了 就是针对于 所有立法院相关 委员的权益 我们现在在委员会里面 每一天 除了院会之外的委员会 我认为 主席邀请 针委邀请各部会首长来 我觉得这个是尊重立法院 如果部会首长 应有其他的要事 要公要处理 也势必要跟针委请假 取得针委的同意之后 再离席 我们昨天在未还委员会 看到有关于深奥 这个燃煤电厂相关议题的质疑跟讨论 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 林医院部长没有经过招委的同意 下午就静置离席 变成一个落跑部长 不尊重委员会 我觉得这样的情形 如果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我觉得是行政院不尊重我们立法院 有了第一次的开例之后 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关于我们所有立法院 不分朝野党派 我觉得这个请假 是最起码 对于立法院 各所有委员的一个尊重 所以 我认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所以我等一下 我会再列一个暗游 我马上会补上来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严厉的谴责 林医院部长 我们也认为 行政院 赖青的院长 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这个真的是 至于我们立法院 与何地 最起码一个请假 我觉得是势必要尊重委员会 昨天 直询到我的时候 林医院已经不在了 我之后是黄国昌委员 我以为 陈英明有准假 陈英明也不知道他离开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离谱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 林医院部长应该对外交代 但是我认为 立法院 我觉得苏嘉全院长 也要跟行政院 沟通好这件事情 到委员会来 你有要事要工 合理的 我觉得 招委都应该会准假 那准假这件事情 其实各委员会 蓝绿招委都有核准过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是这最起码 是对于委员会 的一个尊重 怎么会连请假就没有请假 我觉得破了这个例之后 未来会不会变成 是惯例的现状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这也是对所有立法院 不分朝野党派的不尊重 我觉得苏嘉全院长应该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否则是对我们立法院的不尊重 以上 我认为有筹码去交正部会的应该是各委员会 因为他预算要送审 还有各个法案也要送审 所以我也认为院长也要表态 不过就是说应该不是程序委员会来处理这问题的 说实在话 不过我对你的提案我是感同身受 我认为各委员会一定要积极处理 那也要跟院长传达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不好 谢谢 好那要不要写一张 好 不是他那已经提案了 我意思说整体的讨论事项跟报告事项 没有我是不是要上这个案子 然后让院长才有机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院长才有机会在院会 无论是他要交付行政院 这样的状况不能再发生 我觉得那个才有一个程序嘛 所以一定要上这样的一个案子 这是符合程序的原理 因为我刚才已经跟议事人员做过讨论 所以我这件事情要从哪里处理 那当然我觉得身为立法院的大家长 苏家群院长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借机去要求行政院 否则真的致我们立法院 以后有一次开始 所有委员会 大家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立法委员不尊重 好不好 我严厉的谴责李应援部长 好 报完会 我想就不协商了 本次院会议程庄案内容 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 原勤力将本次议程庄案提报院会处理 现在上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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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